漫画里有小叮当 在榴莲台里我们有天马行空 榴莲当头自由高照 我是May 今天早上六 今天是六月七日 早上八点钟 这里有我May 还有 还有我加玛 好今天早上有我们两个人 我就是被摆上台的 什么叫摆上台 今天你是当班 这个威尔今天就是公干出去了 就别的事情了 今天就是我们两个 咱们两个人的搭档 今天相信是应该是比威尔再更精彩吧 你玩了 威尔回来是要跟你算账 是 好咱们就先是从轻松的聊起 好不好 你去过北京的对吧 去过 去过北京的 你在北京的时候 你感觉这中国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呢 还是单一种族的国家 北京感觉比较单一 因为虽然有 虽然有不同的地方 到涌到北京的那些 不同地方的中国人 可是 怎么讲在服装上面呢 或者是 长相上 对对对还是还是挺挺像的 如果你说其他地方 可能比较像西部啊 或者很很南部的话 就可能会不太一样 不过那些我没有没有去过 没没去过 是 但是其实 其实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是有50多个民族 组成的这么一个大家庭 所谓讲的这个华人 就是指的中国人 对吧 在你心里 说实在的 华人的定义是什么 很难说 我觉得可能除了血统之外 因为可是 血统就可能包括是在于 你说中国嘛 有蒙古族啦 有汉族啦 有 what do you call that 那个 满汉全席 满族啦 对 还有一些 可能还有一些Russian 俄罗斯族 也有 他也有俄罗斯族 然后那个 还有朝鲜族 朝鲜族 他们完全就是 practice 那个文化 文化 他们practice 对 一样的华人的文化 可是他们有 也有他自己本身的文化 本身的文化 还有语言 对 所以 你刚刚问你是什么 在你心里 华人的定义是什么 OK 或者你有没有曾经翻过字典 字典上的 华人是什么 没事做 去干嘛 去翻那个字典 查华人的那个定义 可是我觉得 可能要除了 除了一定的说 是在这个地方的人之外呢 还要practice Chinese culture 一个总和的 你不能完全说 华人的那个文化 只有一单方面 没有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大闸会这样子 混合不同的民族的 融入的 而成的 就像你说 你是汉人的话 你现在practice 是完全汉人的culture吗 不一定 你一定是 好多好多好多代之前 被满足的影响了 被什么影响 是是是是 其实华人这个字 很多时候 应该是在中国以外的人 他才叫华人 是这个意思吗 也对 因为我的中国同学 都不会跟我说 我们是华人 他们说我是中国人 只有我跟他们说 我是华人 马来西亚华人 对 所以其实你在北京 是我刚才讲到 如果你可能待的时间短一点 如果你待的时间 一个月多吧 一个月不算太短了 你可能你没出门 对 一直华在房间里面 不是房间里面 就华在办公室里面 办公室里面 对 你是去工作 还是去旅游 我朋友他需要我帮忙 做一些东西 所以我在他的公司帮忙 一阵子 但是你知道 在这个在北京 在街头上面 如果你看到一些西藏人 你看到一些新疆人 他们这个腰上 会会揣在北京 北京 没见过 那在北京 有一把刀 有的是比较长的 有的是揣的这个匕首 就这么上街 但是这个 他可以说是一种装饰 那为什么有这种装饰呢 这个可能他们自己 民族本身的这个特点 所以那个刀是真刀 真刀 真刀 这如果一吐到胸前 或者怀里的话 你就可以避命的 就是刀这样东西呢 它可以是一个工具 它也可以是一个装饰 装饰品 对吧 你现在去到很多的旅游景点了 它也有卖刀的 对吧 它也是一个装饰品 也可以是一个纪念品 还可以是凶器 但是你看 在中国的街头 你看有人带着 如果咱们在这个 马来西亚这个 我会以为它是在拍戏 我会以为它是在拍戏 这是带刀的 其实带兄弟 你看啊 咱们说警方 他在这个车里面 有这个芭蕾刀 或者如果你这个人 是拿这个芭蕾刀 你是在街上走的话 是一种什么景观 你说马来西亚 OK吗 在马来西亚 应该不OK吧 我们的法律上 有没有限制说 不能带武器上 我不晓得 应该是有的 其实我们连 pepper spray也不能带 很多女生都害怕 不是身上有带 pepper spray 可是在我国的法律上面 pepper spray是非法的 是不能带的 对 那这雪月凤 怎么是突然之间 它就可以拿出来 那个pepper spray 去pepper spray 去资对方 什么你说女性吗 对啊 雪月凤 你还记得吗 在这个霹雳州的 这个州议会里面 我不知道 她就用 你看你那时候还小 好我真的很小 我这个装嫩 你刚刚说pepper spray 那女生会觉得 受威胁的时候 可能走在很暗的 那个街道上 可能就先prepare了 在手上 但是你拿出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 那个方向是冲的 对对对 如果你方向冲 反正你冲自己就完蛋了 是吧 我为什么说这个呢 我就说这个 有的民族呢 它是一个文化 但如果你说 我看了这个西藏人 他就能够带着刀上街 这么走 我想想过去宋朝的人 也是带着刀上街的 对不对 你看过去的片子 这些好汉 走江湖的 是不是这个 这上面也揣着一把剑呢 对吧 那我也揣一把剑 我也揣一个匕首 你刚走上街头 你就会被警察给抓起来了 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公平吗 有的某个意义上来讲 对咱们马来西亚人 特别是马来西亚华人来讲 这哪里有公平 为什么藏人就可以揣刀 我就不可以揣刀 揣这个刀 在马来西亚的华人 马来西亚的华人Culture里面 极度少的有用刀的吧 用Karis的就有了 就带在身上 如果咱们马来人 每个人都一个Karis 就带着这个腰间 就在街上走的话 这情景壮观吗 还挺搞笑的 我觉得 可是OK啦 你有没有看国家元首 照的相片 他有没有一个Karis 道具嘛 道具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谁 Hissamudin 就开物章大会的时候 那个就是特定的日子 特定的日子 这文化 我当时在Hissamudin 举剑的时候 其实他不叫剑 Karis也就是一个 小匕首这样子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把它说成是剑 它不叫剑 当时就有人说 这个马华爷要开大会 要举刀 举关公大刀 莫名其妙了 这是真的 这不是我瞎说 这是真的 当时你回顾 看回过去的 这个报章的时候 就有人发表这样子的意见 那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的确就是有这样子的事情 就是说你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巴西就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这个巴西的这个土著 他要这个保卫自己的家园 就跟政府谈判 那跟政府谈判的时候 他就派了这个150名的这个原住民 就坐飞机要到这个首都 去跟政府的这个代表谈判 他要保护自己的家园 就是有人要倾注他自己的 他们的家园就好像 比如说这个在这个 沙拉越 这个长青集团 要进驻这个邻区 要要开发森林 要把他们赶走 白毛也要把他们赶走 这个时候他 他就要坐飞机到基隆坡来去 见纳吉 就跟纳吉谈判 对吧 就同样的道理 就是他们自己的家园 不希望别人去侵犯 那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会这个派 他们派了150名的代表 政府专门派来飞机 就来接他们 我待遇好好 干嘛 下笔没得比 对对对对 而且是这个军机来接他们谈判 然后他们搭飞机的时候呢 每个人手上就戴一个长毛 长毛 你知道长毛 知道 这可以戳死人的 然后他去政府跟政府谈判 到了政府的这个谈判桌的时候呢 能上飞机吗长毛 对 就是能上飞机 OK 能上飞机 进行李箱那样 对 所以呢 这个 不进行李箱 就直接拿着就上飞机 通常不行的吧 那个武器 这是有照片为这 你看 看看 是不是直接拿着就上飞机 你没有 你需要吗 需要隐形眼镜吗 我带了 可是流眼台很干 我看不到 我一直要点眼睛药水 我会把你弄湿了 去 OK 那那他们带那个毛上去啊 我一个疑问就是 怎么放 怎么放啊 你坐在那个椅子那边 那个毛 那个毛 那条毛 对啊 他还不至于到这个飞机顶那么高吧 可是很高 他们是直立吗 安全怎么办 如果飞机有问题怎么办 这就不管我们考量 这个说这个巴西当局觉得是OK 他不就OK了 然后呢 他就真的是带这个长毛 就飞到这个 这个总统府跟总统去谈判去了 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背景呢 就是 就是一部分的人呢 一部分的这个人呢 就是占领了提拔 就其中呢 有一个工地呢 已经占领了一周的这个时间了 就是要跟政府对话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这个 这个工程啊 水坝的工程 你看咱们沙拉越也是有这个水坝的工程 也是被人这个诟病的一件事情 对吧 那每次修筑这水坝的工程呢 都会违背这个自然呢 违背这个大自然本身的那种 自然和谐的这种状况 因为他筑坝嘛 他就会积水 积水呢 他就会造成一个水势 也就是这个水位就会增高 他就造成一个水势 这个坝呢 是由巴西和这个中国长江三峡大坝 是共同联合 就是建造的 他目的呢 是筑了大坝之后呢 就通过这个水势啊 就发电 由这个水压留下来 他就发电 那能够提供巴西10%的供电量 那是相当不错的 巴西是非常大的一个国家啊 那么啊 因为巴西这个发电量的需求增大 所以呢 就是很多地方也就是在发展大兴土 所以用电量也在增大 那么在整个亚马逊河流域啊 这是一个最古老的一条一条一条河流啊 那这条河流的这个两岸呢 都有很多的巴西土著 在那边居住 就像我们的王阿斯利都在大神 你去云顶高原啊 你去这个Camaran Highland的时候 你都路上就可以看到这些土著 那么巴西的情况也是也是一样的 但是在这个中间呢 就是发电 谁谁得利 就是政府得利 或者是这个私人公司得利 对吧 但是原住民有什么好处呢 原住民丝毫的好处都没有 他们就被人赶来赶去 从这边赶到那边 那边赶到这边 所以呢 就要跟政府要来谈判 这样子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景观 就是说 巴西政府对巴西的这个土著 他还有这样的待遇 还专门派这个飞机 让他们把他们接过来 接到那边去谈判 所以我突然就想起 这个明年应该从这里看到一个方向 善待土著吗 对啊 你从这里 你从这里 你要把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就带给沙拉越的这些土著 这一般人 那卡大山人 就是他们是可以要出来 去争取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个权利的 权益 对吧 那政府也要善待他们 最好的派一个飞机 去把他们接到到布川家亚去 跟大家谈一下 我很好奇 为什么这些土著的人会 他们是一样是接受 当地政府的国民教育啊等等吗 我估计 不然的话 为什么如果他们一直住在森林里面 他们知道要怎么去这样子争取 然后知道怎么去找谁来 来帮他们安排这个飞机啊等等啊 去帮他们接头 是人权组织吗 NGO吗 还是怎么样 为什么他们会懂 谁在教育他们 我在讲并不是谁在教育他们啊 我相信他们的知识水准啊 也基本上跟马来西亚的这些原住民的知识水准是差不多的 但他有几个层次 一个呢 就是说他自己本身的原住民啊 有可能个别的人 他出来了 然后他受了这个高等教育之后 而且他在也担任了一些职务或者是律师或者是什么之后 他们再回到来去帮助他们自己的人啊 那这种情况是有的 其实马来西亚也应该有这样子的情况 但是呢我们可能没有找到这样的人才或这样的人才呢只做了一些小的事情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刻意的去提拔他们啊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问你 今天在这个公正党的高层里面 有没有这个沙巴的土著 沙拉月的土著 应该没有吧 努如遗沙好像是吧 蛤 不是啊 你在说什么 努如遗沙是土著 不是吧 不是哦 不是 他最近还被拒进入沙巴里 对 那那谁是这个沙拉月的土著呢 在公正党里 我不晓得是有人吗 不晓得 应该没有吧 我看DAB 应该是在DAB里面有 DAB里面有 DAB这次在沙拉月赢得不错嘛 他赢了五六席 五六个国席嘛 对吧 其中有两个可能就是土著 嗯 你在说反话吗 啊 在说反话吗 我跟你说 你跟我说话 你不要绕圈子 我听不懂的 你要就直接跟我说 OK OK直接跟你说 我我想表达的一个意思 就是说 其实明年呢 并不重视土著 OK 我觉得可能没有资源吧 不是 什么资源不资源 就是要资源去 你就没有真正重视这个土著 因为你现在整个 我说你这一届输了 对不对 下一届还给输 希望不会 下一届还给输 肯定会说 有四年去 你想想看 就光是沙巴沙拉月 为国阵提供了多少票 对吧 所以这么多的票 你不去重视 你不 你不去开发那个地方 你不向这个巴西去学习 啊 让这些土著走出来 啊 那你下一届 你还是等着 等着 输吧 嗯 我知道一些NGO 开始做一些功课 就是 他们其实不完全是为了大选 不大选 就是知道 他们因为大选的 走入他们的一些生活 我就发现哇 原来他们真的过得有点辛苦啊 还是怎么样 他们就觉得说 哎 你要叫这一些人 呃 站出来说 justice 公平不公平啊 人权啊 可是他们连肚子都不能够填饱 还在那个赤瓶的 那个线上的话 很辛苦 嗯 你要怎么去让他 嗯 放弃他的工作 饿着肚子上街头 跟你争取公平选举啊 嗯 所以他们有些NGO进去 就呃提供一些 可能呃 经济 教教他们怎么去develop他们的经济的东西啦 嗯 帮他们设厂啦 嗯 等等等等 有有这些工作正在做啦 政党方面我不晓得 因为我跟政党的不熟悉 嗯嗯 嗯 好 咱们就离开离开呃外国 咱们回到马来西亚啊 呃 先说呃 昨天呢 在这个正林山的这个计票中心骚乱事件中啊 呃 遭警方提控的四个男子啊 在在昨天过堂的时候呢 呃 就改变初衷就承认有罪 呃 就被这个行山推示亭啊 就宣判 这个各判罚款是一万七千令吉的 啊 这个事呢 我看很多人知道的 其中这四个人呢 包括呃 黄荣林33岁 苏天明27岁 啊 就古裕才是45岁 还有一位印裔的同胞呃 呃 是拉杰 拉杰 呃 德杰 是44岁 那那他们呃 呃 这次当时呢 是在正林山的一个呃 呃 选举过程里面啊 可能是拦截了这个呃 呃 运送选票的这个车辆 而且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车辆呢 就是跟选票没有什么关系的 他们玻璃也被他们来打破了 呃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们就被控 被控之后呢呃 呃 一直都没有没有认罪 没有认罪 到昨天出庭的时候呢 就改变 初中就认罪了 有说原因吗 为什么突然改变 呃 为什么突然改变 就是据律师所讲啊 啊 他们就是说呃 呃 考虑到呢 呃 就是没有 而为了避免浪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 以及精神上面的煎熬 所以就决定是 先认罪了 那认罪他们的他们的刑罚是什么 这是罚款一万七千块钱 啊 就是不用免于坐牢了 这个 但因为他的这个罪控呢 他可以背叛两年监禁和罚款一万零级或者是两者监失 那么认罪的话呢 就是罚款了事就不用坐牢了 啊 在这种情况 呃呃 这是一个案子啊 我不知道这中间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暗中案啊 暗中 不是暗中案 我就说其他的选区 哦 其他选区 我之前听说很多嘛 就像Charles San Diego那一个地方 他们也有呃 呃 好像是主党那个选票 还是我我忘了 啊 主党游领选民 嗯 主党游领选民的也有被控被抓的 嗯 那Charles San Diego他们就有请律师团队来 来帮助 来协助啊 来协助这些人 呃 其实就呃 其实什么原因啊 老实讲 就是说呃 在选举过程中 就是要 也触犯了什么法律 要要要被控 哎 你说你你国外有什么国家是需要国民自己站出来保护选区的 嗯 而且你想马来西亚人 尤其是中上income 呃 中上收入 收入的家庭 对 通常说难听一点是比较怕事 他们不会去做这些呃 所谓非法 或者出有点触犯法力的事情 嗯 可是可以让到他们这么永远的站出来 嗯 是为什么 嗯 就是他们看到是有公平不公平的选举的问题啊 嗯 他们宁愿冒着犯罪的危险 嗯 或被控的危险 而且做了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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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些应该是选举 但是他们也 他们有七百七百 million的budget 对 这个东西我还是很生气 但但是他们应该也知道就是什么是呃应该做的对的什么是做的不对的地方 他们应该在 OK 如果你看到如果你看到一个呃 巴格拉德西外外国人 嗯 明明明他不会马来西亚的任何东西的不会说马来西亚文 嗯 不会唱果歌 不会 你你知道是你知道你要stop他去投票的话是所谓的犯法嗯 可是你会不会做是我知道我我这样子犯法的话我还是会做因为我觉得我是在做对的事情 嗯 而且我在保护我身为马来西亚人的权利嗯 他们这个这个条例在一个不公平的那个competition不公平的竞争的条例 嗯 像你要怎么在这种不公平的竞争里面去要求一点点的公平 嗯 就马来西亚人你要怎么会站出来啊一定会站出来就算这样子秦威的犯罪也会站 嗯 更何况你没有伤到人你只是不阻止他不去投票嗯 他不应该投的嘛嗯 嗯 就只有最后有抓到孟加拉投票的人了吗 呃有有看到一些video是警察带走了一些了嗯 然后过后有没有下文 没有报纸没有跟进了嗯 嗯 我们的摄影队原台上是Vin也去拍嘛 嗯 就是拍到一些就可是我们不知道后面警方没有出来交代啊 那些那些被抓去的 就抓人的人有交代吗 抓人的人啊 就抓孟加拉人的那些人 那些就被控了 就被控了 然后警察抓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抓对了还是没抓对 你说那个孟加拉人的样子的 然后不会说中文 哎不会说马来话 糟糕就长的那个样子 所以这就这这的这 昨天在这个 啊 莫莱威尼上面哈 啊 呃有个人写了一篇文章 嗯 呃叫做呃 呃好像什么 呃 One Bangalaya 这篇文章可以去看一看 我在我自己Facebook上我贴了 我贴了之后呢 就给人家看看 你不妨也去看一看 这个Bangalaya呢 已经成为了一个 还有一些很有创意的网友 他们把那个钞票叠叠叠起来 变成是那个Bangalaya Something like that 好 那我们再来看 我现在在这个Facebook上 就是放一个这个马哈迪 在他自己本身的Facebook上的 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 就是收到了这个 很多的报章呢 就是转载了中间的 一部分的内容 大概是第七条还是第八条的 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他一共是写了好多条了 一共写了是八条还是几条 那今天呢 我看到这个东方日报上面呢 就转载了这么一个内容 他说 马哈迪在他的文章里面 他就讲了 他说 这个 由人民共争党号召的这个抗议选举不公 这个抗议选举不公 集会出席者的大部分呢 是这个华裔的年轻人 这证明呢 第十三届全国大选上瘾呢 是这个华裔种族主义 华裔种族主义 国内呢 绝大多数示威者呢 是身穿黑衣 以及戴上面具的华裔青年 一般上呢 示威者呢 都是马来人 他也谴责说 一些华裔青年呢 在台湾 盗局马来西亚的国旗 是对国旗的不敬 虽然行动党和公正党呢 都会出席这些示威 但是伊斯兰党党员呢 明显是缺席 事实上呢 伊斯兰党的这个领袖 跟阿拉伯植村式的 这个岛政府的街头示威 是要撇清关系的 示威主要是华人的是罢了 这是马来在他的这个文章里面所写的 我看了一下他这个原文 的确有这样子的一些话 那么当然这个 我们也也看到了这个 一些一些一些方面呢 就批评马哈迪的这些这些话 哎呀 我觉得很多年轻人 现在也不看他的言论 不听他言论 就觉得他是一个 刮躁的老老人家 这么念念念念念念的 他他每次要挑起 种族课题的时候 先把那个手指指向别人 嗯 我没话想说 就是 我不想说了啦 我觉得我根本都不在意 他他说什么 他就很像那种 没有没有不是很多 除了一些extreme的人士之外 支持他的supporter 或者他在内部的一些 呃 他的他的 他的内部的支持者 他的influence 他的影响力之外 嗯 他在外头 还有什么信誉吗 credibility吗 嗯 对不对 他就是那个种族主义的 B主 嗯 搞种族主义的 嗯 OK 呃 这这这一篇文章 好 这是呃 可以不妨去去看一下啊 然后呢 就是批评他的这个 种族主义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 接下来是 扣留所命案 对 扣留所命案 对 呃 这个扣留所命案呢 我们留言谈呢 会在这个礼拜一呢 这是来呃 来谈这么一个课题 啊 不过呢 我们看到这个内政部长呢 啊 阿摩扎伊呢 就说了 说内阁呢 昨天呢 呃 曾经是讨论 是否要设立一个永久性的 这个厌尸庭 来调查一切执法机构 进行调查期间 所发生的命案 包括这个扣留死亡案 说内阁已经决定赋予权力呢 给这个执法机构 连政委员会 呃 EAIC去研究 以及是探讨 执法机构 在进行调查时候呢 这个标准作业的程序 他说了 呃 至于之前发生的一些命案呢 当局将特别设立 这个厌尸庭来进行调查 但以其这个每次临时特赦呢 不如干脆就设立一个永久性的厌尸庭 因为他说他发现呢 不只是警方涉及厌尸庭的案件 其他的执法机构 一些执法的单位 以及个人呢 有时候也需要厌尸庭的厌尸庭来调查一些案件 所以呢 需要设立一个永久性的厌尸庭 嗯 这是他他所提出来的 我觉得除了设立厌尸庭之外 也可以在这些执法机构 强力强 强力的 的设立一个系统 嗯 就是把那个 呃 问问话的那个事叫什么 问话的事 你知道我说什么吗 你帮我想那个中文字怎么讲 问话的那个地方 哦 问证人的那个地方 诶 专心 不要看Facebook 你说吧 你说吧 就把这 那些地方就 放那个CCTV 监视去 嗯 那如果警方或者是什么 呃 贪污局啊 还是什么 他们调查的时候 嗯 你是在24小时之内 不管是什么时候 你一查问 呃 不管是证人啊 犯人还是 疑犯等等的 都有在那种监视之下 嗯 就算当时没有人在看 你拍到 嗯 跟Effect 嗯 嗯 那些人不太敢去做 去虐待那个证人 嗯 或者犯人 他他要虐待之前 他把CCTV给关 你说强力的 这个是system嘛 是那个系统嘛 如果你那个系统是 设立是 他不能这样 有关掉的话 或者system 14 你知道有有问题 他他说他是被老鼠咬啊 这么多监察控室 他只能在于监察控室 疑问是你设立几间 或者你可以有一个 对你全部都设了都好 嗯 但是他要打人的时候 嗯 他就把那个 那个给剪断了 那就很明显啊 不不 你明显你也你也不知道 是谁剪断了那个东西啊 对不对 我举个例子来讲啊 OK 呃 这些警察 他们都懂啊 就是有时候打人的时候啊 嗯 就是呃 不要让他看到有外伤 哦 这些我听说过 他们甚至还有一些方式是不要 不用打的 就是放那个冰块 你住在冰块上面 还是什么的 嗯 或者是呃 用挣扎 对不对 嗯 这些都看不太出 那个伤口 嗯 就是他用这样的方法 就是你有你的这个措施 他有他的对策 嗯 嗯 所以我觉得除了这些 当然也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必要 也是必要的 但除了做这些东西之外 还还还还可以做些什么 Track and balance 嗯 除了除了呃 呃 就不要让一个一个单位 嗯 只是再去这样子去run 要有其他的单位在监视着这个单位 嗯 你觉得嘞 嗯 要另外一个单位 比如说留言坛 哈哈 Media access吧 Media access Media access Media access to这些 他们可能还会有一点顾虑 顾忌啊 嗯 不会太过明目张胆 现在是完全是觉得 反正没有人查看他们 别人access不到他们的information 嗯 他们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嗯 然后这么多case发生了 也没有真正的被对付 也没有真正的有什么大问题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 为什么不对付他们 呵 如果是这个问题 这样子可以很容易解决的话 不用505换政府了 嗯 对不对 我觉得很多 政府一换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也不一定啊 因为我们不能够说 OK啦 就算名联执政的话 嗯 虽然我投票投名联 但我 我觉得真正我们应该是要人民行决 就是 people's power 不能够 只是盲目的相信政党 就问题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今天咱们看到这个警察 里面有一些满权的这种现象 所以就说能够怎么样去去解决的刚才讲了 这他说的就是开设厌视亭了或者你说的装CCTV了那除了这些东西呢就还有什么 还有说media access media access 我觉得是整个overall的一个配套啊 你要有不同的方方面 因为你如果只是一个去对一个的话 一个对策去做这个话可能是不够嘛 你要有各个方面去包围着他 怎么讲 就是一个综合性的 综合性的制度 治理 好咱们休息会儿 回来咱们继续聊更深度的 期待已久的休息 国泰民安 人民风衣主持 这里是榴莲台 我是阿美黄中一 来自马来西亚 华人穆斯林学会 榴莲当头 自由高照 我是May 大家好 我是加玛 哦 放我 明年国义 新周日报 这边有写 明年国议员应该被一个宣誓 阿布嘛 就是那个哈里斯伊布拉希 之前我们拍的那个documentary 有邀请阿布 就是那个 阿萨布跟阿布 中文是只要不是巫统的 那个联盟主席 哈里斯伊布拉希 他说 他他呼吁了 明年不要去 就就不要 他们是有55个这个 这个民间组织NGO 对不对 但联合起来的组成的这个 这个机构 是吧 然后由这55个这个民间的 就是支持明年的 然后参加了黑色集会的 就是参加了历来的 Bersey的这些组织的 共同起来 对这个明年的国会议员提出了一个要求 就是杯歌 那个宣誓 嗯 为什么要杯歌宣誓呢 他里面有谈到吗 我还没看到呢 刚才要做节目 我现在翻翻出来看这个 嗯 应该是 他说 如果是 哎 等等哈 等等哈 嗯 刚才我们讨论 我如果 我来不及看了 这刚我们刚刚说的是 如果是 去 不去杯歌的话 就等于承认 这个政府 但他要杯歌的话呢 他他总有一点点的这个理由吧 他他不能就是说 做一些完全没有理由的 我猜测了 就是因为就是那些你你去宣誓的 就是你等于承认了这个 现在这个政府的合法性 嗯 所以要他们杯歌 可是我不懂耶 如果他们如果不去 他们 你看啊 他们这些他们这些 这些机构啊 是由这个呃 一些呃 不是激进的 煽动性的这些组织 而是呢 集合了人民的 呃 专业人士的 呃 为人父母的啊 这些组织是所成立的 他们 想要拥有一个良好的 施政的这个国家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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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遭到了这个政府的逮捕 嗯 好 那他说 我们无论如何呢 还是会坚持 斗争下去的 呃 不会认输的 我们已经向选举委员 会呢 发出了最后的通牒 要让他们辞职 要让他们面对人民的审判 呃 他们说这联盟呢 将在下星期的推荐的一个短片 也是关于的第十三届大选的 暴力政治的一个短片 同时呢 也会支持在六月十五号 在这个莫波的这个广场 操场举行的另外一场黑色的大集会 嗯 那么这个呃 要如何针对这个呃 事情商讨呢 你还记得那个奴路吗 嗯 阿路 阿路 这是社会主义党的那个阿路 PSM 啊 对 他就说的 基于他不承认新的政府呃 这个选举诉讼等事项呢 也没有完成 所以呢 你不需要那么着急去宣誓吧 啊 呃 所以他说大家应该以长远性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否则的话呢 会把大马的希望呢 当成一个赌注的 我不知道PSM的这个立场是这样子 因为昨天我去那个Nuriza的 呃 说要等四年 还有一个四年去斗争 他等于就是他们OK 他们承认了吧 我觉得 承认什么 承认这个政府了 承认这个政府 然后执政 然后继续斗争 有四年时间筹备 所以所以所以你看就是说 呃 第一 为什么呃 这些呃支持明年的呃 呃非政府组织 包括社会主义党呢 是要求他们不去宣誓了 而为什么Nuriza他们呢 又着急的很想去宣誓 我也可能是听 我也可能 因为那个是我个人猜测嘛 嗯 我也不能说他们就肯定是 觉得是完全成人政府 不去做这个事情 这个不是他们 不一定是他们立场 是我的猜测了 是 嗯 你刚才问你 我问你为什么他们要他们不去宣誓 为什么这是呃呃 Nuriza他们就想要去宣誓 我觉得他们 我自己猜测哦 如果他们想要去猜 想要去宣誓的话 因为他们可能觉得没有 嗯 没有办法 嗯 以以法律 还是以 什么系统的方式去 嗯 推翻这个 这个 结果 嗯 或者成绩 嗯 我知道的是呃 Bersey Ambiga他有在 好像挪威还是哪里 有有 希望可以得到那个 国际上的支持 然后要设立一个tribunal 嗯 嗯 去重新审判这个 这次的大选 然后 嗯 然后要要求多一个新的选举啊 嗯 可是可能这些呃 政治人物 嗯 有他们自己的议程 或者用其想用其他的方式去斗争吧 嗯嗯嗯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 不晓得 就是照你看他们该不该去宣誓 你是站在哈利斯这边呢 还是站在奴露那边 哎 不能说站在奴露那边 就是如果站在哈利斯那边呢 就要他们不去宣誓 如果站在奴露那边呢 就希望他们赶你去宣誓 我其实不是很了解 到底是用什么方式最好 因为这个你 你需要一些知识 是像 如果他们不去宣誓的话 嗯 那那有什么什么后果 这样子会有没有效 我觉得我不能够 就是我们个人的感觉 我觉得我需要 不一定要在议会里面去跟 跟国阵去斗争 我们可以走上街头跟国阵斗争 你就意思说 就是完全像 进发进发有说过 就是说 你看这个波兰怎么弄呢 你看这些匈牙利是怎么弄呢 他们就是可以就是说 上街让政府的这个部门瘫痪啊 让飞机场的飞机起不来啊 让这个马路上的交通 这个车过不去啊 马来西亚的人准备好了 没有这样子做 因为马来西亚人通常 一向以来都比较中庸的方式的 也比较是和平的爱好者 所以在你看 你觉得咱们用中庸的比较好呢 还是用激烈点比较好 我不知道耶 因为我还没有看到很多这方面资料 不管是中庸还是激烈 他们有一定 他们的prose and cross 如果用 你内心想要用中庸的 还是要用激烈的 我内心是要和平解决问题 你是要用中庸的 我不希望看到流血事件 我不希望看到有暴力事件 这个是我的position 但是如果 如果是政府压迫人民 是用暴力跟血腥的方式 去对待人民的话 人民没有办法的话 我们就是要让政府犯错 政府就是感觉到他很粗暴 政府就是你要抓我了 你要搞我了 他一向来都是这样子粗暴的 就是还要让他更加粗暴 我觉得做这些事情的人 不是要秉着这个信念 说要让他们更加粗暴 而是他们可能 就像上次我们跟一些NGO的人谈过 他们可能是都 因为毕竟我还是蛮新的 那这些人做了很久 十几年 然后可能一直是被压迫 或者被打 被被捉的 他们怎么 你都是人 你就算多爱和平爱好都好 你一直这样子被压迫 你怎么都会有那股愤怒在 那你那股愤怒在的时候 你又看到这个大选 你们做了 我们做了这么多effort 可是根本没有办法 在一种corrupted的system里面赢的话 那他们觉得绝望 这个是唯一的方法去改变政府 我觉得可能是他们的感受吧 也不是因为要让政府更激烈的 什么暴力对待人民这样子去做 而是自然而然的那种感觉 不管怎么讲 我觉得他总是要找到一个出路吧 对吗 就是说你现在 这次咱们第十三大 十三届大选过了 对吧 过了之后呢 那这个 看到体制的问题 选举制度有问题 然后选区划分也有问题 据说呢 现在呢 这个DAP在搞的选区划分 对吧 那要研究怎么样 PKR也在做 PASS他们也在邀请他们进来 PASS也做选区划分 PKR的是汪正正在做这些analysis 他跟王建明一起会讨论 对讨论 来做这个选区划分 就你看这个 就朝这个方向嘛 但是说 机会要不要呢 什么机会要不要呢 机会里面要打什么样子的口号呢 还会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去有这个热情 去参与这个机会 如果要有机会的话 至少也要有一个 很clear的那个objective 跟有什么解决方案 不然的话 你看一次又一次一次的机会 很多人都很累了耶 OK 它可能是一个好的现象 因为505过后 很多人还是很愤怒 很伤心 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宣泄的出口 不然的话 你可能会 你一直压迫压迫会爆发吗 其实愤怒伤心的 愤怒伤心的点在哪里呢 就是针对哪一个东西 那么愤怒和伤心 我觉得可能是 很多人都会觉得 当时 是因为没有赢到 没有赢到 而且是当时候看到 那个成绩突然一大 突然这样子改变 接受不了 觉得是很大的成分 在欺骗在那里 每一届大选都是这样 因为现在 以前的很多 你看现在有80%的出息 很多人参与其中 很多人留守在 那个选举的地方 有的去抗争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是 亲自get involved 不像以前 就是可能守在电视机前面 就是看成绩而已 所以在自身的 那个involvement之下 他们有很多 会很不满 会很生气 你没有这些机会 让他们宣泄的话 他们感觉没有一个出口 为什么不满 你既然你都参与了 你还为什么 他们亲眼看到 他们亲眼看到 有外劳提着IC 不管那个是不是会影响 大选成绩很多的 就算很小的都好 可是你本身身为一个马来西亚人 你看到老爷爷老奶奶 拿着红色的IC 这些外劳 为了给他们投票 一飞进来就有IC 你不生气吗 你不伤心吗 但问题到今天为止 都没有一个Case来证明这件事 一当Case都还没有 你不管是不是 我不在说这个证据东西 我在说当天那些人 在那边亲眼看到 然后在video上面看到这么多 你没有看到后面的证据的话 你看到前面的这些 你当天自己看到的话 你不愤怒吗 不你看 我没看到 我的选须 我一个也都没看到 是不对 那个不用 为什么不用 不用剩娱灵选民人 为什么不用剩娱灵选民人 这么多华人 这么多人都会在投 那个谁 郭书庆 OK 你 那个地方是肯定赢定了 OK 那黄德那个地方呢 我不晓得 就是 不过我知道 全国 全国有八千个投票站 像TT王莎 还有王莎 都是比较多 还有 还有还有那个Clang的那边 Charles San Diego那边 很多有领 后来就我听他的那些 志愿者跟我 跟我抱怨 跟我说的 他们在Baron the stage stop了很多那些 RCI的holder 然后 怎么 你holder 你怎么呢 他就跟他说 你不是 你这个是 不是你的IC 你不是马来西亚公民 走 不让你什么 OK 他有IC 他有IC 你抓住他的IC了吗 好像有 你拿到他的那个IC 扎在手上了吗 我听说 好像有的是 有 没收他们的IC 有的没有 还是 我忘了 我要跟他的 可能在我的印象里面 一个IC都没有没收掉人家 如果你是冒个险 对啊 冒个险 OK 我认定你就是 你就是 这个 外老 其实 问题是这样子 当一个人 有IC的时候 如果他是公民的话 他不管他是孟加拉的 他还是缅甸的 他还是哪里的 他已经是公民的话呢 而且他又在选民册里面的话呢 他就是有资格投票的 是啊 对吧 所以 所以你怎么能够去 去阻止他投票 所以说真的 明连在这方面功课做的还不够好 像Murl 他们在大选之前之前 每一次 每个quarter 那个选民册出来 有问题的时候 他们都会 删给当地的那些 政党的人 又说 这个选民册有问题 你们赶快去查 有的很配合 有真正去做功课 有去查 可是有的就 就放着没做 所以你说 输了 你 你只是怪国阵吗 明连 不是 我觉得 我觉得你还是要找到一个 真正的 这个方法 比如说 这个 我 我对这一届大选的 整体的判断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最大的问题呢 还是在选民册上 对啊 我刚刚说的就是选民册了 就是选民册你要在两个星期之内 有问题的选民要赶快去查 然后做办法 可是有些政党 有些那个地方的那个政党 没有没有做功课 他们得做 虽然是对他们不公平 因为两个星期里面 你每个quarter 可能几千人也有 几百人几十人也有 就增加了新的选民 但无论如何 我们回到刚才这个课题上来讲 就是说现在呢 这个非政府组织呢 要明年呢 不要去宣誓 但是呢 明年呢 可能呢 他不会 不会对非政府 这组织的这些话呢 把它当成一回事 他还是会去照样子 去宣誓的 那么他宣誓之后 会不会产生 非政府组织 跟这个明年之间的 这个矛盾 或者是不信任 我不知道其他的非政府组织 我知道的是阿布 那个阿萨布干 阿诺的那个 哈里斯伯拉哈 上次他亲自给我提起 他对明年很多不满 可是他虽然是一定会投明年 因为他们只要不是武统的 他就会投嘛 对不对 可是他还是对明年很多不满 他就觉得 他们做的功课还不够多 他们要的就是人民的力量 他们不要就是迷信政党 他们觉得 我不要培养下一届的 如果是明年赢了 我不要明年变成像武统那样 或者不要明年变成像国阵那样 这个是他们的position 一向来都不完全 也就是说他们是没有办法的 他们必须明年怎么做 不需要看他们的眼色的 毕竟NGO他们的力量也 很有限 有限 很小 不过他们政党也了解到 他们必须有这些NGO的力量 因为NGO就是人民的力量 其实NGO也必须有政党的力量 互相配合 得互相配合 在一些某些议程上面 对 所以是有一点像 他们有各自 就是政党还是会顾忌到 NGO 所以就各自喊话 比如说像老百姓 像咱们这些老百姓 咱们 咱们 你说这个NGO说 不要去宣誓 这个明年又说 我要去宣誓 所以老百姓应该说 咱们支持谁呢 我不知道其他老百姓 我这个老百姓呢 就会先去看看 他们各自喊话 各自要这样子做的 那个目的跟结果 会是怎么样 然后再去看知识哪个吧 我不知道其他老百姓了 你呢 你呢 我就观察 长期观察 长期观察 果然是媒体人 好 再说说这个 董总跟教总之间的 这个牙齿印 好吧 那这个关丹呢 这个 关丹中学的董事长方天心呢 最近呢 他就邀请了这个 陈玉康 就要请他担任这个 董事部的这个顾问 不过呢 陈玉康呢 就发表了一些谈话 是批评董总的 那董总呢 前一天呢 就发表了一个 一个文告 就是来批评教总的 说这个 教总呢 就是已经是 辜负了华教的先贤 那么就是出卖了这个华教 那么这位陈玉康呢 又批评董总 就说这个董总呢 是这个是败家子 说这个 叶兴田跟周周汉呢 是败家子 这在我这样子看来呢 就是说 哎 为什么这个方天心呢 把陈玉康 陈玉康这位老先生呢 是去年呢 就获得了 林年玉基金的 这个林年玉奖 是在华教上面 是有贡献的 一位人 一位人物 那从这一点上来看呢 就是 董总跟教总呢 目前 目前的阶段呢 是分裂了 所以昨天我在我 他们以前呢 是分裂的吗 还是 据说他们是兄弟两个嘛 这个董总跟教总 但是 你从 你从这个 他们的性质来看呢 就是 一个是资方 一个是受雇的这一方 什么意思 我听不懂 你知道什么是董总吗 呃 我 我知道他们是对 跟华教有密切关系的 然后 因为我本身不是独中生嘛 所以 不一定非要独中生才知道什么是董总的 呃 就不太关心这个 这个 这个事情了 以前 是我的错 我的错 我知道 我的错 呃 可是我不太 因为我 我以前听说董总就是跟 董总还有教总 实际上听他们是一起的 以前不是叫董教总吗 所以我昨天放一个贴子 从 以后呢 就不好再叫董 董教总嘛 就叫董总教总 这样子叫 呃 这就 就能够分得清楚 结果我被人家骂 哈哈 为什么 我 就就就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还是被人家骂 哎 你常常被人骂了 同 什么 应该习惯的了 应该习惯 要练得一副 铜 铜皮铁 是吗 这铜墙铁壁 对铜墙铁壁 嗯 呃 但是他问题 问题是这样子 我 我先上点基础的课 呃 这个董总呢 是这个 这个 华教这个 这个 董事会联合会 就是每一个 每一个华小 每个学校都有一个 呃 董事会嘛 对吧 所以各个学校的 董事会的联合会 就是董总 嗯 啊 这是老板 那 董事部都是老板 对吧 然后教总呢 那不是联合会很多 那不是 就很多 很大 很大 所以他说 他是这个 华教的教育部嘛 对吗 哦 可是我又听 那个谁 呃 吉安丹上次那个 那个 那个 华人竞选的 那个叫什么 那个 富方小老先生 富方小老先生 他说 董 董总的很多成员 都是马华的 啊 对 因为那个董事部里面 都是马华的嘛 嗯 那些董 好多学校的董事 都是马华的 OK如果他们又是马华的 董总为什么时常还 那个华教问题 还搞得这么这么多 嗯 为什么如果本身都是马华的 嗯 为什么什么又申请不到 他他有 他有 这个 呃 呃 这个他 这个我就不 不能够一分钟里面 跟你讲的那么清楚 啊 呃 什么他申请不申请 他不需要跟谁申请 他申请什么 嗯 他完全没必要跟谁申请 什么东西 哦 他问题是说 呃 刚才我讲的是董总 现在来讲教总 嗯 教总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刚刚都跟你说不知道 你问爽的是不是 哈哈 哈哈 教总就是过去林渊玉当的 当主席的那个机构 啊 那个机构呢 是全国华校的教师职工联合会 OK 就是你的学校里面 是由董事部 嗯 嗯 请来的这个教师 和职工 对吧 教师职工是雇员 董事会呢 是给钱的人 哦 啊 就是一个是资方 一个是工方 嗯 就是 就是被雇员这一方 啊 一个是雇主 一个是雇员 那他们说话 就是比较有分量的是 董总吗 还是 还是教总 是吧 你知道 这各唱各的戏 各收各的钱 什么叫各收各的钱 当然 你你你你你 你没没看过那些江湖戏子啊 啊 你没看过那个江湖戏子啊 什么江湖戏子 江湖戏子你不知道 你读过金庸的小说吗 读过江湖我知道 戏子是主持戏 就是演戏的啊 就是在在在江湖上面卖艺的啊 这些 就是呃 演完唱完一段戏之后 是不是拿一个罐子 就哎 来 大家帮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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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给钱嘛 嗯 对吧 所以 这董总唱董总的戏 教总是唱教总的戏 就是高兴的时候呢 在一起唱 不高兴的时候就分开唱 嗯 啊 就就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概念 他说他的 他说他的 啊 但是呢 从从整体上来看 概念上来看 董总呢 是董事会联合会 就是老板联合会 嗯 啊这个教总呢 是雇员联合会 嗯 啊 现在呢 教员和雇员呢 就是放在一起了 嗯 就是这是呃 雇主跟雇员呢 因为可能对老百姓来说 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因为毕竟他们就是代表着华教的呃 利益关系啊 或者是华教的 how do you say 为了华教而成立的东西 今天没有谁代表谁 嗯 他也代表不了华教 你说你今天你说这个马华代表华人吗 呵呵呵呵 你说代表吗 当然不是啊 不是 OK 你问我一定说不是的 OK 好 那我再问你 呃 行动党代表华人吗 不完全 呃 是还是不是 嗯 你只要回答是 或者不是 呃 呵呵呵 有些东西不能直 直接就是 yes or no的 你也是要分析的 对不对 OK 所以就说他不代表华人了 行动党 啊 你不代表华人的 这个这个 那我就就问你 呃 这个巫统代表华人吗 巫统是马来人 你就直接换巫统代表华人吗 不不代表 OK 那行动党代表华人吗 行动党 某些程度上 他代表华人的一些意见 可是他不能够完全代表华人 PASS代表华人吗 PASS 因为很少华人是 呃 不过有些华人确实是 回教党 呃 回教徒 OK 所以他有一部分的是可以代表 回教徒的华人 哈哈哈哈 不是吗 你不能够说完全代表 不代表 PASS FOR ALL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PASS FOR全民的 嗯 啊 他一定要代表回教徒吗 富方桥都不是回教徒 富方桥是基督 基督徒 也对 嗯 OK 可是很多华人的 有些华人的意见 就是跟PASS的一些议程是不一样 所以他不能够说他代表了华人的心声 嗯 而DAP他会 他很多成员是华人 所以就是同理 所以就是同理 就是 董总能代表华教吗 所以董总代表不了华教 嗯 教总呢 教总也代表不了华教 可是控制华教的嘞 是谁 谁也控制不了华教 谁能控制华教 就华教的一些议程 包括他们的课程 这个华教的课程 华小的课程是教育部给定的 哦 跟董总没关系 跟教总也没关系 对 董总就是就可以反对 不是他们你的 你说呢 是教育部你的 是教育部 你上过华小吗 我上过华小 华小还是上过的 所以你应该知道 这华小的课程是教育部给定的 嗯 OK 那董总如果又没有 呃 没有权利去定这些课程的 也没有去 也没有权利去说 呃 就是 就是控制啊 是这样子说吗 没有权利去控制华教的东西 那他们的 他们的objective是什么 我我我还搞不清楚 他们的存在是做什么 做些什么的 我觉得他需要 的确需要一个全国的巡回演讲 哈哈哈哈 我的错 我的错 全国的巡回演讲 让人家知道这个董总存在的意义 我跟你说其实像Vin他们哦 他是独钟是不是对 对 他也不晓得东总到底在干嘛 只是知道每次在报纸上看到 东总呃 要要申请这个 咱们只要申请那个 反对这个反对 那个其实我们不是真的很了解 到底是什么鬼来的 嗯 呃 这样子没有礼貌 没有礼貌 好的 那咱们就休息一会儿 回来的咱们就进入 其他的这个课题了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 人性与食品的安全 送你一份蛋炒饭